長哥 怎樣? 我們來到橫店, 怎樣?有什麼吃? 放心, 請客必吃18道菜 必吃好東西嘛, 來到橫店 帶你吃點好東西 荔妖昌現在在橫店拍劇 但是香港播出 由他主持的請客必吃18道菜 收視報節, 連法國也是捧場客 東張西望去到橫店探班 長哥一樣有18道菜招呼我們 真是18道菜, 長哥 當然, 招呼你怎麼可以這麼簡單 連兩杯飲品都18道菜 粗粗地吃著 想不到在橫店也有請客必吃18道菜 對, 因為這裡是很地道的香港口味 香港的小食也好, 菠蘿包也好 你看到都是香港的美食 因為這裡有很多香港導演演員來拍戲 大家都想有時候來得久 就吃回香港的味道 你在橫店拍劇 會不會每餐都吃這些? 我們在橫店拍劇 每餐都吃飯盒 哪會這麼幸福 完全這個不是平時的焗麵 當然不是, 這個是你… 你帶我來吃 真的很好 謝謝你 試試這個味道魚蛋 這個真的很有風味 跟香港的咖哩魚蛋不相伯仲 我們乾杯 乾杯 乾杯 這個叉燒 你真的一定要試試 哇, 顏色很漂亮 真是半肥瘦 真是不開玩笑 還有這個豬軟骨的即食麵 你知道即食麵也是我們香港人必吃的 沒錯 還有這個菠蘿包西 菠蘿油 大家… 很棒 真的 牛油很邪惡 真的 很邪惡 很邪惡 我們經常在街邊吃的魚蛋 燒賣 翔哥, 你知道嗎 雖然你不在香港宣傳 但這個十八道菜的收市 非常好 謝謝… 多謝觀眾支持 又要多謝… 有份參與這麼多位大廚 你知道嗎 連法哥都說很想跟你拍攝 到處去吃東西嗎 是, 多謝法哥 其實法哥很支持GVB 是 他看了很多節目, 所以你要小心 是 他會看到你的 知道了… 他還會記住你的名字 遇到你會… 我會這樣做 對 我知道其實下星期 也會繼續有請客必吃十八道菜 沒錯, 尤其是我們最後兩集 其實我們會有兩種形式的請客放食 一種比較豪華一點 譬如我們招呼一些貴賓 我們會吃得比較豪華一點 但我們有一個比較大眾化一點 是 要吃得比較經濟和貼地一點 兩個版本都有, 大家可以選擇 大家記得留意 請客必吃十八道菜 來, 起筷 起筷